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橫鬚鶴位於神奈川的東南部 人口約40萬人 離觀光景點連倉很近 也離橫濱不遠 城市內的景點很分散 所以能夠有不同的玩法 我們這次著重於橫鬚鶴的東邊 然後夜晚的時候就順路的方式去看看橫濱的夜景吧 我們大約上午9點半來到了普赫站 大約搭乘15分鐘的巴士 來到了觀音旗站 一面而來就是海景 好爽 大約不行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第一站 橫鬚鶴美術館 橫鬚鶴美術館是為了慶祝橫鬚鶴市建立100年所建造的美術館 於2007年開館 自然以及藝術的盒唯一 是美術館的特色 推薦大家到屋上廣場散步 看看玻璃的屋頂配上前方的海景 真的很不錯 如果天氣再好一點的話會更棒 從東京坐車到橫鬚鶴也不是很近 現在應該有點燒燒的疲乏吧 大家可以找個地方喝咖啡休息一下 最近水樓台的地方就是美術館的義式餐廳 Akra Malay 也有提供咖啡跟甜點 Bubble碟的提拉米蘇還不賴 搭配海景感覺甜點好吃程度提升5倍 離開橫鬚鶴的美術館 我們回到剛剛的海水場附近 在縣立觀音期公園散步一下吧 大家可以花個30分鐘左右 遠眺船隻使離大海 在森林漫步 以及拜訪日本第一座西式燈塔 觀音期燈塔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12點 我們搭乘公共車直接前往橫鬚鶴的市區 大約35分鐘左右可以到達 我們下車之後就前往我們的中餐 漢堡百明店Honeybee 由於橫鬚鶴接近美國的海軍基地 所以周邊有很多美式餐廳 而最有名的類型是漢堡 有一種說法是日本的漢堡 就是由橫鬚鶴所發跡的 我們選了餐廳Honeybee 已經一夜五十幾年了 跟許多執著著著於配料的漢堡店不同 這家漢堡店的海軍漢堡 著重於肉本身的滋味 包伯點的超暴力海軍上將漢堡的重點 是稍微烤得焦香的漢堡肉 以及超級juicy的牛排 你看這個size 直接把包伯的大冰臉擋住了 喜歡吃肉的朋友不能錯過 想要常常不滾口味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蜂蜜漢堡 吃完中餐之後 接近下午2點 我們徒步10分鐘左右前往三立公園 我們來拜訪日本遺產三立號戰艦 三立號戰艦是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東鄉平巴郎大將的作艦 戰艦本身於1899年於英國動工 1900年11月8號完工下水 大家可以拜訪船上大部分的區域 有很多歷史文物 讓大家可以學學當地的歷史 在1904年於1904年於1904年 參觀完三立號戰艦 我們前往無人島 圓島探險吧 我們搭乘觀光船 大約10分鐘看個海景 來到了圓島 圓島是東京灣最大的自然無人島 從木斧末期到二戰 圓島是東京灣的首都防衛據點 因此島上除了自然以外 更有特色的是要塞 以及砲台等等的遺跡 花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在圓島走走散步拍拍照片吧 離開圓島大概下午5點出頭 恆虛後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但整體行程並沒有結束 我們搭電車 40分鐘左右 來到了橫濱的櫻木丁站 一下車我們就來試試看 橫濱的Yokohama Air Cabin 是一趟大約10分鐘的行程 但已從櫻木丁站 一路坐到運河公園站 最高處是40公尺左右 是一個你在平地上或是高樓上 都沒有辦法體會到的一種全新視角 大家來橫濱的話可以搭搭看喔 搭完攬車後 我們就在這裡散步 看夜景 順便覓食吧 晚餐就來吃這裡的壽喜燒米店荒景屋 這家店創業致敬已經超過120年了 基本上跟著橫濱的現代花一起成長 目前是由四代木女將順子經營 Bobbo文點的經典看板料理牛鍋的湯汁 是由砂糖、酒、味醂、醬油所製作而成 主體牛肉是荒芸屋嚴選的黑毛和牛 配上香菇、蔥、豆腐等等的配菜 稍微算一下牛肉後加上生蛋汁 讓牛肉的口感變得更順口 除了食材以外 做壽魚燒的道具也是由職人精心挑捲 看起來高級又美觀 所以整體的用餐體驗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鮑普跟會員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